大家好, 沖繩背後 今集繼續有吳鬆吳社長 來跟我們聊聊天 吳社長, 有些人想請教你 因為你經常說 賽馬是千變萬化的 以你來說 很容易就已經說到歷史也好 現在的現代馬 你也很容易掌握 但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其實看馬匹, 狀態, 甚至在資料上的東西 是從何入手好呢 我想最重要的是第一件事, 心機 做任何一件事, 你下足心機去做 就必有所成 但你說, 譬如說賽馬方面 我首先說實戰 真的要看一隻馬, 形格, 狀態方面 香港其實現在, 練馬斯方面 狀態都做得很足, 才上陣 你看見, 如果試駕駛比較危險 也不一定讓他跑 對… 譬如說香港, 你拉出來沙圈 十四隻馬, 在沙田 可能十一、二隻馬已經很合適了 你要比較, 不是十分容易 但當然, 譬如我們 我們還可以分辨一點 即是九成半 是… 九成八 我們還可以分辨 但我建議, 譬如說各位朋友 這麼喜歡去日本、韓國 或者去外國玩的朋友 好, 購買小日子, 試試去那邊的馬場 因為我不是說叫你們去博彩 我建議你們怎麼做 真的去那邊的馬場 去看看究竟在沙圈裡 馬匹狀態的參差 尤其是韓國 韓國方面, 賽馬 頗像香港70年代 萌芽的時代 他叫砲沙地 其實有點像 有點像香港70年代那些沙地賽事 是 變成就說, 他的水準未必是很高 但你看見哪隻馬狀態好 哪隻馬狀態不好 哪隻馬修身, 撐跌 你都會好覺的 你一比對起上來, 你會好覺的 當然日本有很多朋友 也喜歡去那裡 日本, 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很頂級的靚馬 韓國你不會見到那麼多頂級的靚馬 日本見到很頂級的靚馬 是可以挑戰香港 贏香港的馬 也會見到有些的話 較為是參差一點, 水皮一點 你可以作出比較 賽馬永遠記得是什麼 是比對 賽馬是相對而沒有絕對的 你的馬多合適, 你的馬多好 別人的馬好, 別人的馬比你更好 你怎麼說都沒用 最基本, 最容易看的 可能是馬的型格之類 怎麼知道一匹好馬, 我沒理由… 因為現在有一些就是 好像一開始就很厲害 但他又未能夠辭之以恆 究竟我是不是… 不是好馬來 因為有時候他們好像有一個交叉點 怎樣去看呢 馬兩有第二 馬本身自己呢 可以說到至高無上的境界 就算是沒有樣子看的 是 鬥心 剛才我說過林泰萊 林泰萊就是贏了鬥心 贏了那場海賽 是… 這些就是憑他賽事上的比對 即是你跑了一場 歪馬, 幾次都是這樣頂上來 如果我還記得九十年代中 我經常掛在口邊 有個馬叫白勝威 那隻就是有這些鬥心 當然他不是林泰萊的級 但是白勝威就往往有馬 拍上來, 他就頂得回你 這些就是你看得到一兩次 譬如說你在三歲、四歲的時候 發現白勝威有這樣的情況 好了, 這隻馬最可以了 知道是可以、可靠的對象 當年日本杯 我們說九十年代的日本杯 我們的老友記者希斯 拿澳洲馬王請放鬆去跑 那天的神操時間又做得最頑 開步又不開得闊 一操完之後 糟了, 原來都時間做到全場 那麼多隻日本杯參加最差的 那些傳媒就各個圍著希斯 喂, 你拿澳洲馬王這麼差的 為甚麼這樣, 希斯說 那隻馬神操, 神操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沒甚麼所謂 那你看他們的形格 哇, 形格不是很漂亮 又不是很高大 前胸又不是很闊 後裝又不是很軟 你和其他日本馬 或者歐洲馬比較 完全的款式也不是那個款式 但是請放鬆, 就是贏了鬥心 左右馬夾擊他 一條直路 你是過不了他就過不了他 他就贏了日本杯 就令日本震驚 那當然, 基本步當然要了解 那隻馬前胸要闊, 後裝要圓 四肢要收場, 鼻孔要戴 這些是很基本的 基本功一定要認識 但是你要去到 是否馬王級 是否最頂級的界別 就是真的需要 第一, 你要觀察平時 他的跑肢 或者每一場開試 雜勝 對, 雜勝 亦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就是這個馬的鬥心 不過一提到馬 社長一定是手無足道 但是又提到你另外一些事 因為你身兼記跡 我知道其實你也擔任了 幾個不同的協會 做一些重要職責 雙見策劇協會 馬主協會 那其實你是負責甚麼 其實這兩個崗位 我已經退下火線了 其實這麼巧合 就是這麼巧合的 雙見策劇協會 我在理事會裡做了十三年 馬主協會是正巧合的 十三年 兩個都是這麼巧合的 但是雙見策劇協會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幫助年輕的小孩 就是傷殘的小孩 幫助他復康 用馬幫助他復康治療 其實這件事 是從英國開始興起的 至於馬主協會方面 其實我來到馬主協會 已經有差不多兩年時間了 那時候也可以說很開心 能夠有同一堆路由機 一起享受賽馬的過程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多活動 搞的 我們那時候搞過 我們去海外的旅行 有去過 跟外國搞馬主協會 香港有,外國我們也有搞過 除此之外 就連晚宴有 還有譬如說有搞過 跟馬會搞的 那些叫壽爭議賽事的研討會 變成有很多 只要跟賽馬有關 只要跟養馬有關 跟馬會一定是一個 很好的合作戰略夥伴 是 那就交朋友結友 我相信在馬圈 每個人都是喜歡的 嗯 那就到我離開會長的崗位 即是不再做會長的時候 最後呢 我都曾經說過幾句說話 我就說 用回當年馬雅室將軍的一句話 嗯 老兵就不會死的 老兵只是慢慢 超然隱退 但是超然隱退的意思 就不是說不參與賽馬 反而多了時間 是更加投入在賽馬 養馬和肉馬運動上 所以變成了 現在自己也花了很多時間 在培育年輕馬筆 即在外國的周遂馬 那樣的方面 譬如舉個例 今年來說 自己一些癡馬 那樣的方面 我也有一部分其實安排了 配那隻美國三冠馬王 美國三冠馬 當作一個嘗試 看看究竟行不行 你這麼喜歡 這麼熱愛賽馬 其實又為什麼要選擇封筆呢 因為說真的 你的賽馬的閱歷 一直一直增加 我知道你經常都會在這本雜誌裡 都會分享你的所見所聞 但是為什麼又要選擇封筆呢 事實上封筆不只是不寫 譬如報紙也不用 雜誌也不用 電視作為主持 我也不會再主持其他節目 我想第一件事 就已經是30年了 人生可以說30年 人生有多少個10年 現在人生有多少個30年 你這30年已經做了 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 第一,長江後浪一定是推前浪 是 如果我現在這個階段 我再不放手 比年輕人這樣上 我想對他們不公平 還記得那時候 我是因為別人給我機會 我30多歲可以有一個突破 是 那為什麼別人30多歲 我不會給他機會呢 是嗎 而第二件事也就是說 自己會在未來這段歲月 都相當多海外的旅程 還有很多另外第二個階段的事情 變成如果再給寫作 或者再給做電視節目 困了自己 不行,我這次要做這個節目 不是,我這幾天 我又要做第二個節目 是,做節目是很過癮的 我想大家覺得是很精彩的 但是到了那些階段 我如果把思維再托闊一點 我不做這個節目 但我能夠了解更多的事情 那又怎樣呢 或者有一點端藝 我其實也跟有些朋友 在一年之前左右 已經開始在想一個計劃 就是關於香港 可以說賽馬歷史的事情 歷史不是一幅照片 歷史真的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尤其是現在香港賽馬會 賽馬會一百三十多年 是吧 那一百三十多年 其實開頭的時候 那個進化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以前我曾經做過一些小特輯 那些小特輯就是冰山的一角 但真真正正的研究工作 其實要挖心很多 很難找的 對 其實已經開始跟香港某些專屬學院 就已經開始在問他部分的事情 OK 也可以說跟某些大師級的人馬 或者師級的機構一起開始 看看有沒有機會向這個路途進發 他們都說很詫異 是不是有人做過 你會是第一個人做 我說不是第一個人做 我說這段歷史, 香港的賽馬 能夠達到今天是前人種的樹 我們現在才去承諒 前人怎麼種樹呢? 為什麼會這樣種呢? 我希望能夠找到 最後…真是簡短去說 你在這行這麼久 有沒有哪一位是你自己最想感謝的人? 我想如果這行來講 我最想感謝的應該是香樹輝先生 這位傳媒大亨 可以說第一, 沒了他最後的引戰 以及他離誘我回來的話 我相信我不會在賽馬傳媒發展 我可能繼續做某些事情方面 可以說沒有這位老哥 我不敢說我有什麼成就 但沒有這位老哥 我達不到現在這個界限 最後非常感謝吳宋、吳社長你 對, 跟我們分享了你的三十多年 在賽馬裡的所見所聞 謝謝你 剛才你也說了 有一些研究工作、資料工作 希望你能夠快點完成 謝謝你, 社長 謝謝你, 太好了 謝謝你 我平時尚在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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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的 我的天啊 我平時尚在座位